贝克鲁兹当天出席有关世界投资报告的会议期间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诸如制裁等外部因素对伊朗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非常小 他说伊朗的资本市场去年增长超过16% 今年第二季度增长约14% 他认为伊朗将释放国内潜力以应对制裁的影响 联合国安理会6月9号就伊朗核问题通过决议 决定对伊朗实行自2006年以来的第四轮制裁 欧盟6月17号宣布进一步单边制裁伊朗 美国总统奥巴马7月1号签署了有史以来 国会通过的最严厉制裁伊朗法案